举官道歉撑出五名降校军官 军方试图替阿帕契泄密风波止血 罚最重的是带李倩荣一行人 参观鸡棚的第二作战队副队长老乃成 老乃成中校在104年3月29号 也就是上午星期天 未经核准失智主动安排 上午先与亲友20人直接到六栋腰旅 参观H64E阿帕契直升机 违规闯关目无法记 诠释老乃成一人所为 其他单位高层被蒙在鼓里 顶多都倒不周 但陶检在号上午到部队查访 却发现军方说法有所保留 老员并亲自要求所属 展示该型机的装备简介说明板 亲自说明 简单外调查阿帕契机棚旁边 旁边就是军营办公室 当天参谋主任谭嘉诚 作战队长曾明雄都留守 李倩荣一行20人浩浩荡荡 隔壁吵杂纷乱闹哄 知情的难道只有老乃成吗 此外军方还以击棚不是要塞堡垒 而且当时阿帕契已表 未开启的说辞 试图降低泄力情节 阿帕契属于一级武力 陆军也承认机敏性高过普通装备 面对泄密调查却推卸责任 更离何事还放任外人 把机棚当游乐场 同时的留守的机工长 开启另外一架八两四号机的座舱舱门 及准备登期的阶梯 以便于参观 在参访中 其的亲友 以个人的智慧型手机 相互拍照留念 为了欢迎贵宾 六栋妖旅官兵 不但列队欢迎 开放两架阿帕契 自备解说牌说明性能 甚至安排铺上红毯的礼宾梯 方便爬进驾驶舱拍照 让李倩荣和亲友 享受总统级待遇 我在看直升机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红色的楼梯 是专门让人走上去参观的 然后包括直升机前面 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告示牌 包括这是什么机型 它的攻击力战斗力怎么样 其实让我感觉说 那台飞机是可以让人参观用的 上一个踩着红毯 登上阿帕契的 是马总统 李倩荣和亲友 在六栋腰旅 入入无人之境 大肆参观喧哗 超过一个半小时 要说整个部队 无人在 说服力很低 记者张主任王正台北采访报道